好 那航海往台灣之外 是鋼鐵人還是聊一下 因為最近大家覺得鋼鐵股 怎麼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反應 玉波其實你蠻推薦的 但你覺得要勝選 接下來選擇的方向你怎麼看 好 我想台灣現在目前的資金 大家都知道 活絡在於 不管是航海王或者是鋼鐵人身上 那剛剛我們聊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在鋼鐵層面來講 我們搭配的 我很喜歡操作來講 我喜歡做的是景氣循環股 景氣循環股 因為景氣循環股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拉的是一個非常長的波段 你說航運攤也是景氣循環 從去年大概在八月 九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想說 整個景氣循環一定會上來 對不對 好 那景氣循環來說 我們回過來來看看鋼鐵 鋼鐵 各位 鋼鐵來講 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你現在選擇有沒有 很多人說我鋼鐵買完之後 不見得有的會長 有些鋼鐵現在也是大幅度的 回漲再說這樣 所以各位你看清楚 這個地方來講大家想說 美國不管是哪個國家的基礎建設 有多少錢 各位 初鋼基礎建設相關的這些東西 當然它還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但是各位投資股票 我希望我的股票 我的進場 買完股票 我的漲幅 會比其他的鋼鐵還要多一點點 我想是每個人都西洋這樣 你買航運股 你也希望能夠找到 航運股漲幅是最大的 好 那這個東西初鋼 跟基礎建設來講這種鋼鐵 以目前來講我不會去噴它 我喜歡噴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鋼 鋼 鋼為什麼說 因為鋼有一個東西 它是導電 運輸電力就是功能最強的 事實上來講 我有研究了 因為其實導電最強的不是鋼 是金跟銀 可是那個太貴了 一般我們划不起 所以全世界最便宜的 就是鋼 所以鋼的產量 如果預估上目前來講 看起來鋼的產量 這個地方 我有去追究鋼的一個 公布運球的未來新年缺口 各位這張號我跟各位受影響 從未來的一個需求量 這是十年之內 我跟你講缺口 可能它缺 才缺一千萬 你看喔 統計你的走勢來到這裡 那是要來去 LM 各位都可以去查得到 各位 你要找的那種 原物料的東西 是長久來講 是一定需求一直往上的 而不是近幾位 上去然後就下來了 因為的需求 當你的需求減少了 供給又增加的時候 但是這個就不是 因為供給量沒那麼快 各位知道 你產生桶 不像我們一般所謂的網路 很多的產業 我很快就可以供給出來 我遊戲軟體 我可以不斷的提供 很多遊戲軟體給你玩 但這個你要注意一下 提供給各位 這是我目前一直在追蹤的 一直在追蹤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如果以產業來講的話 如果銅是綠能發電 這個綠能發電 我也密切注意去研究 另外還有一個 鋼鐵的東西那麼多 你注意一下 滅這種東西 滅也是 因為各位 電動車的這個產業趨勢 這無庸置疑的 這全世界大舊都知道 未來多少年都是一樣的 電動車的東西 好 那電動車車那麼多 你總不可能去買輪胎 對不對 輪胎本來就既有是換而已 你要找 電動車最需要的是什麼 電 電在哪裡 電池 所以電池的東西 那就跟這個有密切的相關 所以這個地方 也是我一直在追蹤的 那我這裡有一張圖卡 來跟各位分享 電動車 滅電池的一個產量 需求 各位這個產量 這個趨勢圖 四倍喔 各位這種趨勢圖 不是這樣就會下來的 這個可能跟我們那個 剛剛朱老師講的 這跟技術分析的圖 就沒什麼關係 技術分析有可能 可是你不要忘了 這是價格 是連物料的需求價格 你的需求可能越來會越高 這是一定的趨勢 如果重上這樣的 我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結果的時候 我就覺得 銅跟銅的東西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既然銅 臺灣就有幾個 鋼鐵月在這個地方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你說銅有哪些 他公司名聲 台灣唯一相關就第一銅 對 不是嘛 這個已經漲了六七倍的股票 從低檔上來 是覺得接下來還有機會 接下來我們這樣講 如果做一個長期投資的 想法來講 因為基本面 不會改變的話 趨勢不會改變 趨勢不會改變 各位有一個觀念 就是當漲幅過高的時候 我都不會追高 我們要幹嘛 等拉回 對不對 等拉回 既然長線是多頭格局 所以各位 只要低檔拉回的 這些都是很好的標的 你可以開始傳走 所以這個地方 還是跟各位建議 我們不追高 但是長線看 所以只要碰到 我們拉回 我們就開始找最好的賣店 這些是鋼鐵的標準 朱老師你怎麼看 剛剛講這個鋼鐵 鋼鐵這個類股 跟航運一樣 這個本來是我們 最近大半的重要兩大類股 這個傳產的兩大類股 鋼鐵也是一樣 由於世界各國經濟 已經在緩慢的復甦 那尤其中國大陸 其實也是一樣 他的經濟 比較早一點 就在復甦 所以整個來說 全世界 當然美國的基建 這個是大家都在討論的 也是會需要一些鋼鐵 那所以鋼鐵 在後面 到年底 應該都還是一個需求 比較旺的 那剛才余老師講到這個銅 那可是我們一般的散戶 可能沒有辦法有那麼大的能力 去研究這種產業 那鋼的需求 因為我們也知道 鋼的生產比較慢 沒那麼快 所以供需上也是一樣的 他們很難有大量的這個 這個生產的這個供應量 那我們來看圖就知道 你看看第一鋼 是不是盤整了非常的久 很久 他的最高點 就在最左邊那個 有個很長的上限 然後他就在哪裡整理 就在那個最長的上限 跌下來的那個 最低的這個區間在整理 那我們長期去看 因為這是日線 如果我們長期去看 他是一個收斂三角形 他正在收斂 整個而且盤的時間 也真的夠久 那大家要怎麼去掌握這個機會 那各位就把那個上面的高點 最高點最高點最高點 你畫條線下來就好 那很簡單嘛 圖打開來上面的最高點 你把它連一下 那在技術分析來講 這個叫下降切線 或者叫盤整的上緊線 那哪一天有大量紅黑突破 你就做 也就是說你買的位置 不會買到高檔 因為他是盤整突破 才剛開始漲 那買了以後 當然你如果去看基本面 你要做長線 那我這邊只是提供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做長線 你盤整突破以後 你要往上走要賺錢 如果他往上走把前面最高的長上檸線突破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報長線 因為你是在獲利的 那可是大家一定會很奇怪 這個長線要報多久 要報三個月嗎 還是要報三連 沒有不用不用 其實要報多久 沒有余老師剛剛已經教你 你就報月線就好 因為他已經突破前高 一定在月線上 你就沿著月線這樣去做就好 那如果他走三連你就做三連 如果走三個月你就做三個月 所以兩位都說不要預設立場 對方便 就是你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對你跟著線走 你就跟著線賣 因為他現在是盤整 所以你當然不適合進去 如果他再盤一個月 大概你就受不住了 因為別的股票都在標 怎麼我的股票都不漲 可能你就賣掉了 而賣了他又漲了 所以我們就把它畫好 簡單的方法 那我們看大成鋼 那大成鋼現在就是在回檔 很簡單啊 他就是在回檔 那各位看有沒有跌破月線 沒有嘛 而且他回檔也是愛跌不跌的 在那邊一直在那邊 每天都是上去下來 上來下去的 在那邊這個叫洗盤 他要把你洗 把你洗得差不多了 然後他再攻 那實際上我們看大成鋼 前面那一段 就是前面連漲的三天那一段 各位看是不是洗到月線 他給你洗到月線 然後一個紅K 然後就開始攻 那我們現在也是慢慢等 我看你洗到什麼時候 對 如果你洗完了月線沒有跌破 你在紅K攻 那你就來做 那大成鋼也是一樣 你就沿著月線做 做長線的 那做短線 你他如果漲得太快了 因為他這一次也整理了很久 如果一飆上來 那也許連續就拉個三四天 那你獲利大概都二十趴以上 那你就短線走一趟 就是說我們做股票可長可短 就看這支股票的強跟弱 如果他沒有很強 就慢慢沿著月線走 那你就沿著月線慢慢保 對 那你的獲利也是不錯的 最少兩成 因為他是一個有基本面 有題材 有產業面 剛剛講的第一桶 都是有題材有基本面 也就是說我們雖然有技術面 但是也了解這個產業嘛 所以你抱起來 應該也不至於說提心吊膽的 所以這兩支股票 大家就完全按照技術面的 我最重要還是希望大家 按技術面的進場 也就是說你不要進錯位置 一個很好的股票 結果因為你進錯位置 連跌四天 你罵都把他罵死了 人家都說好 你一定不會說他好 對不對 因為你買進去就賠錢 你怎麼會說他好 對不對 而且後來他再漲 你也再也不敢碰 這個人又很奇怪 被蛇咬了一下 然後下次回後上漲 月線再攻的時候 你就不敢買 心理感覺不同了 你就不敢買 所以我比較重視就是說 做股票是等來的 你不要去追高 你等到這個好位置 賺多賺少 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等到這個是一個好標股 可能連漲四五天 你就二三十趴 那如果不是很標 那你至少也有個十趴八趴的活力 所以我們在一邊看圖 一邊講產業 一邊也希望大家在操作上 把操作的觀念 操作的位置抓好 那你成功的勝率就會高很多 因為現在這個大家很喜歡衝衝衝衝 每天不斷的交易 但是不要忘了股票也是等出來的 有時候是等待也是一種交易的美德 等到一個好價位 你心情抓好才可以賺錢 我真的會去看圖 那我真的不在一起 我真的會去看圖 你也想要去看圖 我也是他 你也想要去看圖 那我也是 你真的會去看圖 我真的會去看圖 我真的會去看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